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女士不仅成功接受了手术 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 夜间不再频繁起床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 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 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 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 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健康520 好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自身媒体人比尔戈茨上周 在《华盛顿时报》发文透露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正就中共高层的腐败 与业内资产状况撰写报告 最新分析指 这份报告的冲击 可能导致中共出现内乱 按照美国2023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中的要求 这份报告应该在今年12月22日前 向美国公众公布 比尔戈茨说 报告涉及的中共领导层 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 中共政治局成员及中央委员 中共29个省委书记 也在评估范围之内 消息很快引起广泛的关注 观察人士认为 在中国经济几乎崩溃 以及习近平上台至今 反腐不停歇的背景下 这份报告对中共来说 可能是致命的一击 中共并非民选政权 过去靠经济增长 来骗取百姓的支持 但近年来经济崩盘 中共于是用反腐 来转移公众的视线 但这一招 在习近平修宪谋求 终身连任后 也逐渐失去效果 去年7月 中共党刊 《求是》发表习近平 在2022年的讲话 当中就透露出 浓重的亡党亡国的危机感 习警告说 中共可能发生东欧巨变 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那种 雇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 4月16日 台湾立志协会执行长 赖荣伟对大纪元表示 这份披露中共腐败的 藏匿资产报告 是美国的一个武器 一旦出炉 习近平一定在打着 反腐败的名义 在中共内部掀起血雨腥风 并掀起舆论战 对百姓强化洗脑 赖荣伟表示 中共监管力度越大 百姓的不满就越强烈 随着国力下滑 经济发展不顺 越来越多百姓 在怨恨中共的执政 一个很强的党国 对上一个很强的 不满的社会 强强相碰 中共中央想用镇压的方式 成本就会逐渐的攀升 最后有可能压不住 走向一个败亡的结局 与美时事评论员 蓝述表示 如果美国这份报告 确实针对中共常委一级 而不仅限于省部级官员 那么它对中共的杀伤力 几乎是无法估量的 可以说 中共在历史上 从没承受过 如此巨大的冲击力 会让整个中国社会 彻底的改变 对中共的看法 它将迅速的在中国社会里面 产生一个巨大的离心力 蓝述认为 如果因为阻和中共 美国甚至不需要公布报告 只要说 我有这份报告就起作用了 而一旦真公布 作用就远远超越阻和的层次 中共就不会再有太多的精力 去顾台湾的问题了 内部产生的这种离心力 会让整个中共体制 陷入一场混乱之中 中共多年来对内洗脑 以网络防火墙封堵 不利于中共的资讯 阻止其传入中国 专家认为 对于美国的这个报告 中共也会这样做 但它封堵不了 这份报告如果出台 会削弱拜登政府 试图与北京混合关系的努力 不过蓝述认为 拜登如果公布这份报告 有利于他争取连任 因为今年美国大选 与历届都不同 中共作为一个外国强权 被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历届美国大选中 都不会像今年这样 把一个外国的强权 中共问题 摆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上 拜登如果在今年的大选之前 公布这份调查报告 会让他在大选之中加分不少 国民党团总赵傅昆奇17日表示 将率团25日至28日前往北京访问 出探视台青台商 也会访问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业 并与中国大陆的供销商 洽谈台湾浓芸产品等事宜 赖青德还没有就任总统 国民党阵营就频繁的访华 目的是什么 对此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 17日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 这次立委的访问团 主要是傅昆奇本人去接触 去筹划的 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理法院院长韩国瑜 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另外我相信北京那边 当然也很希望能够 趁5月20日赖青德就职前 这个比较敏感时机 能够邀请一些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到中国去访问 很明显北京是想要做统战分化 像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访问 去释放出 比如让中国观看客可以去台湾旅行 或者说包括一些台湾的农鱼产品 可以解禁卖到中国去 等于说就跳过中央政府的一个层级 然后去释放出一些大陆的对台政策 这个很明显就是要边缘化台湾的中央政府 陈世民遗憾地表示 傅昆奇访华是复合中共 分化台湾的社会行为 另一方面当然在5月20号 耐清德就职典礼以前 去行诉一种 好像耐清德只是一个少数的政府 他只拿了40%的选票 然后尽可能拉拢更多的 立委去中国大陆参访 来去行诉台湾本身 60%没有投票给耐清德的一些民意 才是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分化台湾的社会 分化政府跟反对党之间的关系 很明显它是一种刻意的统战分化 很遗憾地像 不分其这些立法委员 甘于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被分化的角色 我个人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费真攀降的消防报道 在美国华府的人群组织 中国人群捍卫者 4月15号发布最新调查报告 中共正加大对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的迫害 受迫害的人纷纷披露 自己的子女和家人受到株连 子女不允许求学或出国 并被关进精神病院或孤儿院等等 手段残酷 无所不用 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题为 如果我不服从 我的家人就将受苦的报告 列举多起案例来详细描述 中国境内维权人士及家人所面临的迫害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 及妻子李文足 出席中国人权捍卫者 4月11号举办的在线记者会时 详细的描述过去一年来 全家不断遭骚扰 被迫搬家的经过 中共于2015年7月9号 在23个省份对维权律师发起抓捕行动 上百位律师 民间维权人士 上访民众及其亲属被抓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 王群章因代理法轮功信仰案 农民土地案 基督徒案等敏感案件 而被捕入狱 王群章2020年虽然已经获得释放 但中共的迫害并未停止 王群章除了被取消律师资格外 出狱后还遭到官方不断骚扰 他们一家人曾在两个月内被迫搬家13次 儿子找到学校后 警察很快就前往学校 隔天儿子就被学校开除了 另一位维权律师李和平 与他的妻子也有类似的遭遇 房东迫于压力逼他们搬走 他们居无定所 想过把孩子送出国念书 但出境都被拦截 另外为中国假疫苗受害者 争取权益的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 何方美 在2020年10月 与丈夫被拘留 之后 他与他的两个年幼孩子 一起被送入河南省新乡市 一家精神病院 隔年 他在院中产下一女孩后 被警方关押到看守所 但孩子仍被留在精神病院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7号 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 中国问题专家冯崇宜副教授 他表示中共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手段类似古代的连做法 是很普遍 中国国代就有零做法 国代非常落后的一个零做法 就是家人亲戚风游 一起来审发 英文就好 那地方什么 这是非常恶劣的 一种非常落后一样的做法 但中共政权 近80年代 已经把这个 职制度改革目标要改掉了 但现在又回来了 非常可恶 风崇宜指出 中国百姓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中共的统治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王健攀响的下方报道 中国牛奶的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 由来已久 有着营养医学健康背景的郭教授 在一期养生节目中表示 配料表中只有三个字才能买 那就是生牛乳 他在视频中揭露市场上的垃圾牛奶 4月16日海外X平台上流传这段视频 郭教授解释说 这些商家为了赚钱 真的是良心都不要了 牛奶包装上 只要有风味和调制这两个字 直接扔掉 牛奶的配料表里 应该只有三个字 那就是生牛乳 有些商家会玩文字游戏 利用浓牛奶三个字混淆试听 让人以为是纯牛奶 而且价格还不便宜 消费者想不到 这么大的牛奶品牌居然是调制出来的牛奶 不知情的家长们 把这些乳制品当成营养品给孩子们喝 造成孩子体内的抗生素超标 给孩子补充蛋白质 也可以喝豆浆 之前 营养健康教育专家赵林教授 也揭露过大陆牛奶里的黑科技 不得不让很多网友 对乳制品的质量安全表示担忧 赵教授表示 现在的牛奶里要加很多的添加剂 他有一次到河泽去参观一个很大的淀粉厂 大塔那里喷雾 喷下来的是奶精 里面配好了香料 颜色是黄色的 目的是增加牛奶的粘度 是内蒙最大的牛奶厂订的货 赵教授说 有的厂子的牛奶为什么那么香 它就是加了这种奶香精 是为了提高口感 经常饮用 会引发肥胖 糖尿病 心肌梗塞 肝硬化等疾病 另外一位业内人士解释说 牛奶的香浓口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鲜奶中 钢物质只占12% 88%都是水 喝起来应该只有淡淡的清香 如果喝起来非常香浓 甚至超过鲜奶的口感 让人觉得更香更浓的话 那牛奶中肯定添加了香精 增酬剂 脂肪等物质 中国大陆财新传媒旗下新媒体 金融我闻15日报道 中共高层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 收购各地的烂尾楼 用这些购来的房子打造保障性的住房 对外出租或者出售 美国南卡罗兰娜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天 17日对希望之声表示 收购烂尾楼的钱从何而来是关键 如果中共政府再印钞放水 引发的新问题会更严重 首先这个钱从哪里来 你是去使用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都要买要印钞的话 这等于又加印了一大堆钞票 这可能是上达七万七十万三百万你的数额 对中国已经严重的通胀更加恶化 谢天认为 中共收购各地烂尾楼操纵是个矛盾的过程 不可执行 还有一份房价现在低价收买 以什么样的价格收买问题 房价还有可能在进去下滑 现在这个价值收买呢 还是等更低的再收买 更低收买的话 可能那个时候对那些房企来说 他们也会破产 如果你买得太早 买得那么贵的话呢 实际上那等于说 是用国家的钱来补贴 这些房企来 这些房企 他们实际上已经从中捞到的钱 赚到的钱是很多的经营过中共那些高层 和那个中共的白球套 后面那些公共累积的利益 这等于是帮助这些贪腐的人 从房地产事上捞钱 而最后等于说是用全民通胀的代价 来补贴这些 没有这个群带关系的人 这也是不公平的 由于房地产活动 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 约有70%的家庭资产被捆绑在房地产上 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称 房价每下跌5% 住房创造的财富就会消失19万亿元人民币 因此房地产危机也进一步阻碍了总体经济发展 并打击了中产阶级的财富 谢田进一步指出 如果中共政府推出全国性的房地产平台公司 虽然可能会让房价停止下跌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过剩问题仍然存在 谢田解释说 日本当年的房产过剩 主要集中在东京这些超大型城市 但中国的房地产过剩是全国性的 比日本要严重得多 挽救房地产的钱从哪里来 地方政府没有这个钱 如果中央政府印钞放水太多的话 会有其他的通胀问题 中共当局现在只是说一说而已 如果真正实施起来的话 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比这个问题还要严重 四瑞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近期也表示 中国的住房存在过剩的问题 可能需要10年以上才能修正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道 这期的红潮经文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